《全能神的末世》 理所能及的尽本分 后来我被选为了教会带领 一次我们教会 急需培养两名福音执事 我列出了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员 发现凯文弟兄素质比较好 他工作不太忙 而且聚会积极交通 也掌握传福音的原则 他应该能胜任这个本分 还有珍妮儿姊妹 他进本分比较积极 也有一些果效 相比之下呢 他们俩比较适合进这个本分 带领也认同我的想法 于是我就提拔他们俩 做了福音执事 一段时间后 他们明白了做福音执事的职责 对工作呢 也熟悉了一些 我就开始让他们独立尽本分 我把精力呢 都用在了浇灌工作上 几个星期后啊 我发现 有些刚接受福音的人 退出了聚会小组 传福音的弟兄姊妹 也遇到难处 不知道怎么解决 看到福音工作 存在这些问题啊 我就琢磨 福音执事 到底有没有做实际工作呀 我就去了解 工作中的一些细节 发现 福音执事 只是把事情安排下去了 但自己什么都不做 而且他们聚会 也不解决实际问题 光是提醒弟兄姊妹尽本分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啊 我很失望 作为教会职士 不解决实际问题 这不是失职吗 是 是 我还发现啊 凯文弟兄不务正义 有时候还去玩游戏 珍妮儿姊妹呢 这段时间尽本分变得懒洒 没有负担 那得把这些问题 急迟地给他们指点出来呀 是 是 我就想抵合他们交通 点出他们 尽本分中存在的问题 但考虑到 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不想破坏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希望 自己在弟兄姊妹眼里啊 是一个好人 能理解人 体谅人 如果 我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会破坏我的好声誉 两个执事又会怎么看我呢 会不会说我 不看他们的努力 只会盯着他们的不足 没有爱心呢 另外 如果我指出他们的问题 他们接受不了 都消极不愿进本分了 那弟兄姊妹会不会认为 我这个当带领的 不会做工作 不是一个好带领 万一带领问起这事 那我可能会被对付 想到这些啊 我就没有指出 他们的问题 有时候我也在想 我是负责教会工作的 我有责任 点出他们的问题 让他们能反省进入 是 但我还是说不出口 只是找了一些 神鼓励安慰人的话语 发给他们 温和地和他们交通 如何能尽好本分 怎么和弟兄姊妹 和谐配搭 并没有指出 他们尽本分中的问题 过后 我感到很内疚 觉得自己不诚实 很诡诈 一天晚上 我怎么也睡不着 想到福音工作 国销不好 这都跟我有直接关系 我看到两个福音 知识 尽本分不负责任 川福音的弟兄姊妹 有难处 他们也不解决 导致弟兄姊妹 压力很大 有的新人 还离开了聚会小组 可我并没有指出 他们的问题 我感到心里很受责备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真诚地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不能带领好弟兄姊妹 我感到很愧疚 神啊 请你开启我 带领我解决这个问题 阿妹 阿妹 祷告后啊 我看了一个 经历见证视频 其中有一段神的话 让我很受启发 我来读一下 好 一个人的人性里 该具备的 就是良心与理智 这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 不具备良心 也不具备 正常人性的理智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 笼统地说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 是人性太坏的人 那细节地说 这个人都有哪些 丧失人性的表现呢 分析分析 这类人都有什么特点 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自私卑鄙 自私卑鄙的人 做事应付糊弄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考虑神家利益 也不体贴神的心意 对见证神 对尽本分 没有任何负担 也没有任何责任性 还有些人 不管尽什么本分 也不负责任 发现问题 也不及时向上反应 看见有人打岔搅扰 也置之不理 看见恶人作恶 也不拦阻 丝毫不考虑神家的利益 也丝毫不考虑 自己的本分 职责所在 这样的人尽本分 一点实际工作不做 贪想安逸 做老好人 只为自己的虚荣 脸面 地位 利益 说话做事 什么事对他有利 他才肯下点功夫 卖点力气 阿们 阿们 我看了两遍神的话 心里很难受 我以为自己人性好 我很耐心地 在帮助弟兄姊妹 也很关心 照顾两个福音之事 做事呢 我总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愿意伤害别人 我觉得这就是在体贴神的心意 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 当我看到两个职士 对教会工作 没有负担的时候 我不是指出他们的问题 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对待本分不负责任 而是纵容他们 因为我害怕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担心他们消极 带领知道了就会指责我 弟兄姊妹 也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 我选择维护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维护自己的形象地位 只是找神安慰鼓励人的话语 和他们交通 导致他们 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也不能及时地悔改扭转 我为了自己的脸面 个人利益 不考虑教会工作 这根本不是在体贴神的心意 我并不是一个好人 其实 真正人性好的人 是诚实人 能实行真理 维护神家利益 看到弟兄姊妹的问题 敢于交通揭露 帮助他们扭转变化 以一颗真诚的心 对待弟兄姊妹 是 可我呢 看到知识的问题 不说也不点 宁可神家利益受亏损 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我的人性太差了 我们认为的人性好 都是符合人肉体利益的 没有一点原则 是啊 后来 我看到了一段神的话 对自己预有了一些认识 我们看一下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有的教会带领 看到弟兄姊妹尽本分应付糊弄 该责备她也不责备 明明看见神家利益受损失 她也不管不问 丝毫不得罪人 其实她的存心目的 不是体贴人的软弱 她心里清楚 我只要这样做 我只要这样做 谁也不得罪 人就会认为我是好带领 就会对我有好的高的评价 就会赞成我喜欢我 她不管神家利益受多少损害 也不管神选民的生命进入 受多大亏损 教会生活受多大搅扰 她就坚持撒旦哲学 不得罪人 心里从来没有责备 顶多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一说就完事了 也不交通真理 也不给人点出问题的实质 更不解剖人的情形 不带领人进入真理实际 从来不交通神的心意是什么 人常做哪些错事 流露什么样的败坏性情 她不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而是一味地纵容人的软弱消极 甚至人的应付糊弄 一贯地让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得不到任何的定性 反倒经由她这么一做 多数人都认为 我们的带领就像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带领比神还体谅我们的软弱 我们身量小 够不上神的要求 只要够得上带领的要求就足够了 我们顺服带领就是在顺服神 如果有一天上面撤换我们的带领 那我们就要发出我们的心声 为保住我们的带领不被撤换 与上面交涉 迫使上面答应我们的要求 这样我们就对得起带领了 人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 与带领建立了一种依赖的关系 内心对带领产生了这样的依赖 羡慕 尊敬 崇拜 带领几乎取代了神在人心中的位置 如果那个带领愿意维护这种关系 心里还感觉挺有享受 认为神选民应该这样对待他 那他跟保罗就没什么区别了 已经走上了狄基督道路 狄基督不做实际工作 不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不带领人吃喝神话 进入真理实际 只为地位名利做工 只顾树立自己 维护他在人心中的地位 让人一直崇拜他 仰望他 跟随他 这就达到他的目的了 狄基督这样笼络人心 控制神选民 这种做工方式 邪不邪恶 恶不恶心 太恶心了 阿妹 看完这段神的话 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神话揭示的就是我的情形 我明明看到两个职士 不做实际工作 问题严重 我应该找神审判 接受人败坏性情的话语 和他们交通 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好及时扭转 对待本分的态度 这样也不至于影响到教会工作 是 但我为了维护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总想让他们对我有好印象 我不揭露问题的失职 只是找神安慰人的话语鼓励他们 我以为这样做 他们就会认为我是一个好带领 对我有好的评价 就会认同我 喜欢我 我真是太自私卑鄙了 因着我没有及时指点 揭露两个职士的问题 导致新人的观念没有及时解决 还有的刚接受福音的人 离开了聚会小组 我才是罪魁祸首 想到带领的职责 就是监督跟进教会执事和组长的工作 发现问题就得及时解决 是 还得多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况 发现谁做事违背原则 尽本分影响到工作 那就得凭爱心交通帮助 如果交通后还是不扭转 那就应该修理对付或者调整撤换 这样才能维护神价工作 是 可我作为教会带领 不但没有负到责任 还充当了撒旦的差异 搅扰破坏了神价工作 真是可耻啊 看到事情发展成这样 我很蒙羞也很难受 出现这些问题啊 都是我的失职 是我没有起到带领的作用 要是我能交通揭露他们的问题 也不会给教会工作带来这么大的亏损 我就是一个不做实际工作的假带领 我没有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真理 不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 还总想让他们赞成我 维护我 好在人心里啊 有好的形象高的地位 我走的就是抵挡神的敌基督道路 要是没有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出什么恶事来 是 认识到这些 我对自己的行为啊 感到很懊悔 我就真诚地向神祈祷 神啊 我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的自私 给教会工作带来这么大的亏损 给弟兄姊妹的生命带来危害 我不配担任这么重要的托付 神啊 我愿意悔改 希望能找回那些 刚接受福音的弟兄姊妹 也求你带领我反省自己 以免我再犯同样的错误 阿妹妹 祷告后 我的情形好了一些 但我心里啊 还是感到很内疚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罪人 我做的事啊 都是代表撒旦 像我这样的人 可能不能蒙拯救了 没有希望了 或在误解中定归自己了 嗯 是啊 这时啊 一个姊妹在群里啊 发了一些神的话 我看到神的话说 你经历许多失败 经历许多软弱 还有许多时候消极 这也可以说是神的试炼 因为一切都出于神 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中 失败也好 软弱跌倒也好 都在乎神 都由神掌握着 从神这儿说 是试炼你 你如果认识不到 就成了试探 人该认识的 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出于圣灵 一种可能是出于撒旦 一种情形 是圣灵光照你 认识自己 恨恶懊悔自己 能对神有真实的爱 立下心智去满足神 一种情形 是认识自己 但消极了 软弱了 可以说是神的熬脸 但也可以说 是撒旦的试探 如果认识到了 这是神对你的拯救 你觉着 现在太亏欠神了 从今以后弥补过来 不能再这样堕落下去 好好吃喝神的话 总看自己不行 有渴慕的心智 这是神的试炼 受完痛苦之后 再往前走 神还带领光照 开启未养 如果认识不到 而且消极了 干脆破罐子破摔 你要这样想 就是撒旦的试探临到了 阿们 读完这段神的话 我心里很得安慰 也有了信心 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之前 读到神严厉话语的时候 神接受我的败坏性情 我感到扎心难受 觉得自己被定罪了 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 就消极软弱 但是 当我读到这段神的话 我明白了神的心意 当人尽本分 不维护神家利益 被揭露对付的时候 人有消极软弱 这是正常的 是 如果能在失败中 寻求真理 反省自己 这是我学功课的机会 是啊 如果我消极退后 或者放弃自己 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 陷入了试探 是啊 是 看到人有败坏性情 神审判人揭示人 这背后是神的爱 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自己 在失败中总结教训 不被撒旦败坏性情控制 这就是好事 正是自己成长的机会 阿们 感谢神 认识到这些 我不再消极误解神了 我得根据神话原则 来尽本分 不能再随从肉体情感 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了 是 感谢神 明白神的心意 就不再误解神了 是 其实被显明不是坏事 只要从中反省自己 学到功课 就是好事 是啊 后来我又看到了神的话说 你们都应当知道 神喜欢的是诚实的人 神有信实的实质 所以他说话向来都是可信赖的 他做事更是让人无可挑剔 无可疑意的 所以他喜欢对他绝对诚实的人 所谓诚实 就是能把心交给神 凡事都不对他作假 凡事都向他敞开 不隐瞒事实 不做欺上瞒下的人 不做仅仅是讨好神的事 总之 诚实就是做事 说话 不掺水分 不欺骗神 不欺骗人 做事 别总为自己 别总考虑自己的利益 别考虑自己的地位 脸面 名誉 别考虑人的利益 先考虑神家的利益 把神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应体贴神的心意 先考虑自己 尽本分有没有掺杂 有没有尽上忠心 有没有尽上责任 有没有尽上权力 是不是全身心的 为你的本分 为神家的工作着想 你得考虑这些 阿们 神的这些话呀 帮助了我 从神的话中 我明白了 神验证诡诈人 喜欢诚实人 诚实人能维护神家利益 对弟兄姊妹的生命负责任 诚实人做带领 教会工作才不会耽误 是 我必须把神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 诚实地面对 两个执事的问题 我得交通揭露 他们的做法 让他们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有真实的悔改 能重新担起自己的责任 是 如果通过交通 他们还是没有改变 我有责任撤换他们 维护教会工作 对 是啊 这样做 合乎真理原则 后来 我找了一些神的话 先给凯文弟兄交通 让他知道 这些社会潮流 是来自撒旦的试探 应该放下肉体的喜好 我又找珍妮儿姊妹交通 点出他金门饭 没有紧迫感 没有负担 应该体贴神的心意 是 令我想不到的是 通过交通货 他们都愿意扭转 自己对待本分的态度 纠正自己的行为 感谢神 真是太好了 后来 凯文弟兄也有了一些变化 在临到试探时 他能有意识地 背叛自己的肉体了 珍妮儿姊妹 进本费也主动一些了 这是感谢神 是 看到这样的结果 我为自己 没有早点指出他们的问题 感到自责 我也看到 能接受真理的人 临到揭露之点 不会消极的 是 反而能从中认识自己 有真实的悔改 能更好地与神配合 是 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经历 借着经历 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让我对自己的败坏 有了一些认识 我也体会到了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就是真理 的确能改变人 拯救人 是 感谢全能神 感谢神 感谢神